那屁这个字当然就是说屁性 或者是一种偏屁 一种你所执着的一种爱好 我们叫做屁 那像是这个字也一样吧 我们今天也在用是号是号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字和屁字呢 其实大概都可以呢 跟这个痴字 痴情的痴字呢 可以连带一起来观察 那么以这个屁和是字的早期用法来说 那么有一位华裔的汉学家 已经有就是杨小山先生也有提到 他说屁和吃的这个早 是屁和是 嗜号的是的早期用法 主要是指那些在道德上 容易使人误入歧途的生理欲望 当然是不好 比如说什么姓屁 或什么这个当然都不好 可是呢 这个是很早期的时候 到了晋朝的时候呢 这两个词的意义就扩大了 那么用来形容被物恋驱使 而走火入魔的那一种行为怪异的人 那物恋就是说有恋物癖 对某一些东西你有特殊的爱好 因此呈现出你为物所意识 然后单密在那个对那个物的赏万里 那当然这样的一种人 他在社会的一个眼光里 他当然是行为很怪异的 那么这是到了晋朝的时候 他的意义扩大已经是到了物上面 但是呢到了婉民 那文人呢 那般理直气壮 看待自己的这个因为爱物恋物 所产生的辟性 然后呢他们觉得 这是一种真情置信的表现 因为他觉得 我可以超越很多的差别 我可以超越一般人的规范 然后呢他甚至做出一些 不容易被别人所理解的一些怪异的行为 那对这个怪异的行为 他不但不以为怪 他还觉得可以独树一格 然后呢某个意义来讲 也就是绞俗甘明啦 标心利益啦 你大概可以这样想 那这是晚明的那个社会风气 所产生的一种很奇特的风气 那这样的一个风气呢 姑且不论好坏 我个人当然觉得那并不好 但是呢那个不好有他的时空条件 我们也不需要急着批评 而在那个时空条件之下 所呈现出来的这一种 因为爱物恋物所产生的辟性 而反倒呢 引以为自信真情的自豪的这个情况 那和当时流行的这个痴情 其实是有相通的本质 然后呢各位请看一下 那么晚明里最有名的一位散文家 有没有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也算很姓灵派的一个作者 叫做张黛 那张黛最有名的著作 不就是陶安梦逸 西湖梦寻 然后呢他 中年以前是一个真的是顽固子弟 世家大族连喝个茶 然后呢骑个马 然后用什么水泡茶这些呢 都精致到无以复加 老实说 《红楼梦》里面的庙域 看他就非常的像 他是可以精辟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呢零零种种这世间所有的物 所有的万物 赏万的那些东西 那他等于是精致到无以复加 然后这个真的是只有庞大的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才能够造就 谁想到 物极必反 世事无常 他后来就遇到了晚明的王国 那王国之后成为移民 你当然亦无所有 然后呢在这个亦无所有中 回顾前程往事 那真是如梦似幻 所以张黛的这个作品 我觉得其实当他在 在瓦造神床 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去 回顾过去 那样极致的富贵的时候 那一种心情既眷恋又忏悔 那这样的心情 其实跟曹雪琴写《红楼梦》 是蛮相近的啦 那么这个呢 所以两部作品 应该说两个人所写的作品里 是不是都有梦这个字 对不对 你就可想而知 人家眷恋的一定是美梦 不会是噩梦啦 对不对 所以你说他要去什么 反封建反礼教 我真的觉得这个本质上 就是不相契合 那么你看就在这个晚明的时代里 诞生了张黛 这样一个独特的人物 那果然呢 回首前程往事 你看看他也是在那样的风气之下 才可以把那种各种爱物恋物 所形成的癖好 真的是发展到极致 那么这个张黛呢 甚至曾经为他家族中呢 执辟之人 或辟职之人都可以 就是特别执着单逆在癖好上的人 他还为他们写传记耶 因为觉得他们家族这些人实在太有趣了 每一个人都独树一格 然后与众不同 他们觉得呢 这也可以跟平庸 做一个区隔 所以你就知道说 到了晚明这个时代的风气 他们竟然呢 可以用癖好 用这一种嗜好 然后到所谓的痴情等等 这个已经变成他们的某一种价值观 那当然我要跟在这边 要先插播一段话哦 真的很有趣哦 当你把癖好嗜好痴情 当做一个价值观的时候 请特别注意 它会很明显的产生一个流弊 那就是大家就会以痴情来自豪 这么一来为了要自豪 什么都可以来努力 包含作假 作假的意思就是说 我明明不是那个痴情的人 可是因为这个时代都赞美那种痴情的癫狂 对不对 所以我就来癫狂吧 了解意思吧 所以真的哦 这一点有一位学者的认证的非常好 当你崇拜真情痴情 癖好嗜好的时候 那么也形成一个社会的流行的时候 你就会鼓动很多人来作假 了解吗 每个人都就做出那个样子 然后故作这个违反社会礼教的行为姿态言论 然后故作惊人之言 其实弱假似真 那么你就要仔细去区变了 这其中呢就有许多 其实是想要鱼目混珠的这个情况 因为当大家都崇拜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得到它是不是就会有好处啊 对不对 比如说大家都喜欢钻石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去买一颗钻石来 那如果没有钱买钻石 你用颗假的也可以 对不对 类似这样 其实人性是如此 所以人云亦云盲从潮流 这就是很容易让一个人真正的反到丧失自我 这一点就是我们特别要注意 所以不要去跟人家崇尚名牌 真的 你去崇尚名牌的时候 你其实就是在做假 就算那个名牌的东西是真的 但是你根本上也不过是拿人家的价值观来粉饰自己 抬高自己而已 那其实是假之极致而不自知哦 所以真的要小心 一个人要清醒 要有独立的判断 有的时候反倒不应该跟从潮流 然而就这点来讲 一般人是很难脱俗的啦 所以自己一定要小心 好